引起双方大的振愤, 其实去年在谈家庭暴力修订条例时, 民主派朋友已经有共识, 支持将同居同志纳入家铺, 修订条例的保障范围, 但现在重提旧时时, 民主党王承智说有教会支持, 他要求撥免投票, 不赞成家暴修订条例, 最近这段时间我的电邮被炸到塌为止, 每日最少有一百份反对家暴修订条例, 将居同志列入保障范围, 他们已经发起一个运动, 又是基督徒又是教会, 但我觉得很无耻, 不断去炸我这个电邮, 在做一些强定, 包括明刚社, 明刚社是最出名的, 第一个说他是乃登的是我, 蔡智森, 他就拿政府去钱, 接着他就专做一个道德的判官, 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去批判所有, 他认为不合乎明刚社标准, 这些人与事, 他都要批判, 最近的任審条例, 他又要支持政府, 去吹低这个互联网, 是吧? 这个家暴条例, 他又发动很多那些教会组织, 其实去年在选举的时候, 明刚社就发了一份文决要求那些立法会的候选人填, 其中一个就是反对将这个同志, 同居同志列入这个家暴修定条例的保障范围, 民主党有些人是签了的, 很认真的, 他签不住的, 之前的立场是相反的, 我们社民连呢, 他把那份东西放在垃圾桶, 我免得忙, 因为我明知他在玩些什么, 他就是说, 你又是基督徒, 那你是否支持同性婚姻呢? 同志婚姻呢? 我们觉得人权的价值是最高的, 在这件事上, 在我们世俗里面, 宗教不应该凌嫁人权的价值, 我方神爱世人, 他都要分离是同志, 分离是黑人白人, 是吧? 我们从那个人权的价值出发, 是吧? 但是, 现在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斗争, 因为那些同志组织一定要坚持, 他不可以将我家暴条例改成家居条例, 因为家居, 你家的费用都是, 是吧? 有些家居就是, 就是, 有些家居可能是宿侄, 野孙, 是吧? 家庭未必一定是过分的关系, 对吧? 有些可能就是, 这个人离了婚, 是吧? 那, 那小孩就跟他太太住, 隔了回来就跟他住, 接着他一想起, 他儿子跟他老婆住得多, 他就歐巴升了儿子, 那他弱矣, 家庭暴力,是吧? 是有很复杂的情况, 是吧? 如果你将他变成家居的话, 究竟都有很多争议, 但其实发展到最后, 又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, 喂, 如果那些同志, 他放弃了家庭两个字, 他们突破不了这个缺口, 他突破这个缺口将来, 可能为这个同志的那个婚姻开脑, 有些人会认为这样, 他认为你要突破这个缺口, 我就不让你突破这个缺口, 我那些反同志婚姻那些, 对不对? 于是大家已经去到一个不理性的地步, 我估计你会通过这个所谓家暴条例的修订, 然后你为这个所谓同志婚姻名罗开道, 我不让你这样做, 于是我就用另一种更加极端的方式去反对你, 我们又不是这样看的, 我们又不会从这个, 会不会变成一个同性婚, 同志婚姻, 会不会演变成这样的, 结果我们不是从这个去看的, 我们纯粹从人权的价值去看, 有些人说不用特别立例, 任何的暴力都是刑事犯罪来的, 是吧? 那你不用什么立例, 是吧? 我如果这种说法可行的, 那你都不需要有个家暴条例, 是吧? 因为家庭暴力和一般那种暴力是不同的, 因为过去很多受药的妇女我们接触很多, 去到猜馆,猜馆就是叫你和解的, 你不要烦我, 床头打架床尾, 和两夫妻, 报什么猜馆啊? 今次打到你的眼睛瘀了下肩, 就叫她不要打你的眼睛, 是吧? 她会劝和的嘛, 你明白吗? 但是这种暴力是不用她的, 因为家庭暴力有牵涉到其他问题的, 因为不只是, 譬如你受药那个和撕药那个两个人的问题, 还有你的家人, 就是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不可以让它发生的, 当这个又是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, 你会在记录图里可能会有些争战, 对同志你怎样看, 成经怎样讲, 之类我们经常都会有些争战, 对这个赌博合法化, 当年推动赌博合法化的民政事务局局长, 何志平是他天主教徒, 但是赌博合法化就是他做局长的任内去完成, 有些人觉得赌博合法化都几好, 起码可以令到其他非法的赌博活动, 可以受到压制, 但是明光社那些绝对不可以被赌博合法化, 因为你会鼓吹赌风, 妨害社会善良风俗, 这又是六号参谋, 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怎样看呢, 这些问题很多, 除了同志赌博, 和对性的看法, 例如最近的任士及北纳物品条例的检导, 搞几个月的咨询, 九十几个月, 推动任士及北纳物品条例检导的文责官员, 就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, 负责这件事的副局长苏锦良, 但是是民建团的副主席达拉大人, 被人踢爆了一个外国护照, 宣布放弃的外国护照, 就是这位老哥, 他是一个基督徒, 两个月前他约我吃饭, 就凭这个任審条例, 他跟我说, 郭敏你放心, 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落场的, 我们是咨询香港市民的意见, 是吧, 究竟是否要检讨现在现时的 任士及北纳物品条例, 我说政府是有落场的, 因为这个任士及北纳物品, 检讨条例的报告书, 书名叫做共享健康咨询, 跟着副题就是, 任士及北纳物品, 调例检讨报告书, 这个报告书的封面就是一个年轻人, 好像很活泼青春, 很健康的封面, 跟着代表共享健康咨询, 内容很大部分是, 要令到青少年远离这些不良咨询, 而所谓不良咨询是这些色情咨询, 令到我们青少年最好会接触到这些色情咨询, 跟着他想了很多办法, 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要过滤性软件, 即过滤这些色情咨询, 跟着又要18岁以上用credit card, lock in, 才可以接触到这些色情网站, 任士及北纳的这些咨询才能接触到, 跟着我说给他听阿哥, 你真是不识互联邦, 这些过滤性软件, 三个小时就被那些年轻破坏了,